台東一所專科學校 在昨天發生學生遭到噴辣椒水的事件 那麼根據瞭解 是有一名已經休學的少年返回 學校裡面想找人酗舊 但是當下沒人想理他 惱羞成怒之下 竟然拿出辣椒水 朝著四門同學來狂噴 那麼校方得知之後 是趕快叫救護車 把四名學生送移 下午四點多 台東一所專科學校 四名學生被噴到辣椒水 疼痛難難 淚流不止 救護車進到校園 緊急將他們再往醫院救治 到了醫院 兩名男同學 眼睛仍舊非常不舒服 忍不住用手搓揉 為何好端端在學校裡頭 會遭受辣椒水攻擊 原來在下午時 一名已經休學的男學生 回來找以前的朋友酗舊 結果當下沒人想理他 感覺不受重視 一氣之下竟然拿出辣椒水 潮人臉部亂噴 造成周邊的同學 三男一女眼睛刺痛難耐 隨後警方獲報也進入校園 帶回這名惱羞成怒惹 惹事的少年 現在四名被噴辣椒水的學生 都表示將要提告 警方則依違反少年事件 處理法轉版中 記者為台東綜合播的